好,各位你進來之後呢,我們這邊有 有沒有一個叫做這個 我們現在先用Quick Quick再另外一個 在這邊 好 這裡有一個叫Quick 有沒有看到Q-U-I-K 這個是哪一家公司的你知道嗎 蛤 不知道齁 那管他的,因為他有被併購過啦 被一家那個 我突然忘記名字了,管他,來先進來 你就開始創作,有沒有,從這邊 點一下 好,那 我就從新的開始 好,有沒有看到 他會自動去抓你的那些圖片 對不對 不過這一段齁 影片我雖然會錄起來 但是我有在考慮,因為裡面有我們家人嘛 呵呵呵 所以我有在考慮這段影片,我可能就不會放到 上面去啦 雖然我還是有錄但是 好 其實我平常在外面就是我們在用的時候啊 我 還蠻喜歡用錄影的 就是除了拍照 真的是可以考慮加上錄影 嘿,因為 效果會蠻不錯的喔 跑到這邊來 好太圓了 上面這個啊 上面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那個台中那個狗公園啦 寵物公園 好,假設我就這幾個,我就按打勾 好,有沒有寫一個名字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不方便打字嘛 逢甲大學 這樣夠偷懶嗎 呵呵呵 好,OK,繼續 做好了餒 你有聽到聲音了嗎,對不對 不喜歡 一樣版本 有沒有發現現在做影片也很簡單 當然你可以做剪接喔 他後面還可以做剪接 有沒有發現背景音樂變了 整個影片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再增加其他的也可以從這邊再增加 音樂 一樣可以改 有沒有發現 影片剪接在這裡 如果你有需要針對哪一段影片 調整位置的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點一下 你可以做編輯 在裡面在 照片也好,影片也好,你可以直接增加文字啦,那些都OK 所以 還蠻方便的啦 那右手邊這個呢,色系的部分你可以自己開始 有沒有 音樂開始的位置啊,濾鏡啊 這些都蠻多的 所以你這樣簡單看應該就知道那個概念了啦 齁,所以如果你做好了 我們就可以把它 好 最後面會有一個他那個啦齁 那就不管他了 完成完成 好 有沒有 你就可以選擇,如果你不想要分享,你就直接儲存就好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它存下來了 好 我就先跳過囉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齁,這個解析度其實都還蠻大的 蠻大的,所以其實 對我們在,如果說你想要做一個就是比較promote的 或者做成果 事實上都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那另外 我就順便講一下我們剛剛那個 華碩的那個微電影喔 這裡有沒有 也有微電影,他也是一樣概念,不過呢他的範本 其實比較豐富 他範本比較豐富喔,那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有沒有,電影主題的 點進來 一樣 把你要的 勾一勾 好,就下一步 有沒有發現 現在都是下一步就好了 有看到下面有不同的風格了嗎 哪一個風格裡面悠閒的 這些文字,這些聲音可不可以都編輯 當然都可以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別人都怎麼做了 範本選好就好了 所以影片現在真的也是蠻方便的 事實上 其實我是 真的還蠻喜歡就是用錄影的方式 因為尤其像我們家有這種小朋友的 錄影跟看照片是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尤其是比如說像我 準備這個時候,我還想說再找一下我以前的 檔案來用 我就發現 有 影片的時候你會發現人是活的 照片人是死的 對不對,雖然是瞬間之美,可是你可以看到他當 聽到當時的聲音 對不對 看到當時的動作 那個表情 會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好 這樣 還OK嗎 那麼 最後呢,如果說你想要再試看看我們剛剛講的那個Animator Animator 那個 其實就是一樣的概念 也是選範本 只是他的範本就不像我們剛剛那樣子 我們剛剛那個是比較就是 直接就進去的 可能一些片頭啦 片尾比較沒有 那 Animator這個呢 Moto這個他就是有比較多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往下走 我就Getting Start 那 好 一樣 要註冊的就隨便你拿 我就先用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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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